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是明报530新闻时间 今天是4月2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 卑市省府今天宣布 将会提议修订住宅租户法 来到保护省内租户免受业主 恶意驱逐 卑市省长运大卫表示 卑市省内有太多人正面对不公平的家租 以及业主透过虚假借口 来到驱逐租客的情况 省府打算提议的修订包括 当有19岁以下的儿童 搬进去同源租客同住时 业主不得因此加租 即使在租约内列明有额外住客入住时 租金就会调高 但帐幅不得超过省府规定的上限 修订案也包括 增加业主在终止租约时 所需向住客发出的通知次数 以及延长业主在终止租约后 个人使用物业的时间 由6个月加长至1年 其后只可以重新出租 另一方面 总理杜鲁多今天也表示 在接下来公布的预算案中 会新设一个60亿元的基础设施基金 来支援房屋建设 以及加码向房屋加速基金撥款4亿元 撥款当中 有50亿元用在各省和地区的协议 以支援当地长期优先事项 不过 各核区需要承诺 采取增加房屋供应的行动 才能获得相关资金 最近有没有发觉在嘈杂环境 较难听到别人说话 或者经常要别人重复 甚至有耳鸣的情况 如果有 快找永明听力的专家 邝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听器厌配 和舒缓耳鸣经验 创新隐形AI智能助听器 有超强减杂音功能 在嘈杂环境都可以清晰听到别人说话 延正推出双重大优惠 立即致电预约听力测试吧 农历新年想买优质养生产品 那就要去港理行啦 他们不止有优惠 花旗森仲是百分百安省种植 还有滋保养颜的燕窩盏系列 和丰富胶原蛋白的海芯 多款产品都有正美礼合装选购 还有更多产品 可以到列治文时代广场门店选购 港理行连续12年成为 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经销商 现在更有网上服务 在网站订购 就送货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国 养生健康 受损港理行 本拿比13岁女童案中 被判一级谋杀罪成的男子Ibrahim Ali 其律师正要求法官 暂缓陪审团的裁决 Ali的代表律师表示 因该案的审判被无理拖延 Ibrahim Ali在去年12月8日被判有罪 他于2018年9月7日被捕 当时被捕时已与案发时间相差近一年 本拿比13岁女童的身份手出版禁令保护 而他的尸体在2017年7月 在本拿比中央公园被发现 Ali的代表律师Kelvin McCullough 向BC最高法院表示 计算Ali被拘留和被指控一级谋杀的时间 过程超过63个月 比起由联邦最高法院所定限的最长期限长两倍有多 McCullough提出的是一个名为Jodan Decision的申请 指这次的审判时间已超过联邦最高法院所规定的30个月 如果这个申请获得批准 Ali将会无需服赢并获得释放 Ali在去年的审判期间 经陪审团退庭商议不足24小时后 就被判罪成 现在他面临终身监禁和25年内不得假释的判刑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街壁地产 The Winning Team 是大阪地区一支得到客户信赖的出息团队 因为有超过30年地产丰富经验的Winny Lam 林太 忠诚服务客户的Terence 一切以客为本的Jessica 诚恳对待客户的Daniel 还有我与时并进力求创新的Edgerson 我们为你提供专业地产服务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与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对配得好的坐听器 可以帮助你重拾与人沟通的乐趣呢 来Lansan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莲博士谈一下 它不单提供全面专业听力服务 更可以为你配合一对合适的坐听器 现在的坐听器优惠高达7折 还有机会拿一个高清电视盒 优惠期有限 快点打个电话给卓能听力中心预约啦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表示 在今年10月1日开始 将会调新国民申请方轮卡 Nexus快速过境美国通行证的申请费用 由原先的50美元增加至120美元 涨幅超过两倍 CBSA表示 Nexus申请费 由该项目于2002年发布以来 就一直没有加价过 CBSA指出 这个50元的申请费已经无法抵消成本 新费用更能准确反映目前的管理 技术成本 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 不过调升费用的决定 仍需要获得加拿大和美国两地的监管部门批准 持有Nexus卡的旅客 可以经过加美两景的关口的时候 用更快的速度通行 CBSA指出 在去年一年内 当局就收到51万份申请 每个星期进行近5000次的面试 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当局表示 局方将会做好准备 理应对10月前所出现申请数量急升的情况 白家店今年31岁 4月14日星期日 我们准备了一连串的精彩庆祝节目 由中午12点半开始 由精彩的舞师表演座庆 为答谢顾客多年来的支持 还会免费派发 慈名白家店鲟肉 数量有限 送完即止 同场还会联成The Big Fan 合力举办 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2024初彩 4月14日12点半 约定你 白家店 情怀不变 老地方见 外国干预选举进程 及民主制度调查委员会 今天的公开听证会 前之后党国会议员董瀚鹏 成为首位三级政府作席的华裔议员 董瀚鹏被指涉及中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行动 并且在北京政府的帮助下 在2019年大选中赢得多伦多的议席 他又被指向中国建议 延伺释放康明海和斯柏佛 结果他因此而离开左自由党的核心团队 成为独立议员 董瀚鹏否认这些指控 并表示对发布这个消息的环球新闻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提出了诉讼 他作公的时候说 2019年他在多伦多当局北选区的提名竞选里面 确实是有一辆巴士载着国际学生到场投票 但是他不知道这些学生有没有投到他的票 但是相信大部分都可能是有投的 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安排 或者支付了运送学生去投票场地的巴士费用 他也不知道他的竞选团队 是不是和学生之间有任何的协调 加拿大自由党的国家主席伊斯梅尔 今早上午作公的时候说 这种活动是符合自由党的规定 如果年满14岁并且通常居住在加拿大的话 就可以加入自由党并且在提名竞选里面投票 而所谓通常居住在加拿大的要求 是指选民能够提供加拿大地址的证明 而虽然多人多事候选人 董瀚铬的提名是存在违规行为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提名竞选 是容易受到外国的干预 董瀚铬又被问到 他又没有曾经和中国驻多人多总领事馆的官员 提及到释放康明海和斯柏佛的问题 他知不知道他这样的做法 是会被外界视为中国强硬政策得逞 董瀚铬回应说这样的说法对他来说并不合理 因为他一直认为释放两个加拿大人 是会改善加中关系的 被问到他有没有和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有关系的时候 他说有的 被问到他和哪一位有关系的时候 他说是寒饕 间中大家有通电话 尹哥华明天4月2日星期三的天气预告 日间晴温相间三成机会有朝雨 气温最高10度 晚间间中多云 气温最低10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准时收睇我们530新闻 请订阅明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欢影片的就记得给个like和share影片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CFIB今天说 碳税推行五年以来 小型商业未有收到付出25亿元退税的一分一毫 CFIB主席凯利说 碳税调升23%令到营商环境变得更为严峻 他说碳税原来的扣赏是收入中和 小型商业付税之后应该得到退税 但是自2019年计划推行以来 支付的碳税占总收入的14% 但是就未分享过联邦政府分毫的承诺过碳税退税 这里涉及到的金额是碳税收入的25亿元 他说联盟的调查显示有82%的会员都反对碳税 省长福特说碳税将会令物价上升 他说能源开支占总体通胀的30% 他又说总理执意增加碳税 这种单凭意识形态推行的政策 只会令他在年半后的大选中落败 他呼吁央央行应该减息 随着通胀下降至2月的2.8% 降低利率可以减轻居民的生活负担 他说现在居民最关心的就是可负担能力 是包括房泰、房价和集货价格等 加碳税、反碳税 现在成为下次联邦大选的第一场埋身肉搏战 谁赢谁输 那就要大选过后才会揭冲了 对七省联盟反碳税 杜鲁多目前是我行我素 而安省作为全国最大的龙头省份 省长福特今天直接就摆出一个有理无我的姿态 他说一就是碳税消失 如果不是就是杜鲁多消失 真是够僵 福特今早跟多位厅长出席一个记者会的时候 他很生气的说 如果杜鲁多不暂停星期一生下的碳税加幅 又或者是完全取消碳税 这样明年10月再大选的时候 他迷使之意选民会选他 他甚至拍了心口说这个碳税一定要取消 否则我向你保证一年半里面总理就要下台 讲下讲下福特顺手有招 骂安省自由党党会康保丽说他是碳税女王 在过去几个礼拜康保丽一直拒绝批评碳税 又回避或者改变话题 拒绝为纳税人挺身而出 大佬发火做小的就肯定帮拖了 农业厅长汤普森、小企业厅长坦格里 和安省农业联合会和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成员 一起轮流地帮口闹杜鲁多 说碳税是怎样令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活更难负担 加拿大超市霸着Lublos不知是否想学香港一国两制 于是就搞了一货两架出来 同一包薯片超市就卖一个四毫九 Shopper's Drug Mart就卖两个七毫九 这样的做法当然就被网民狠批 有顾客就指责超市抬高货品的价格 受争议的商品是Nonam的波民切薯片 Regular Ripple Cut Chips 和Placidant Choice的甜爆谷CattleCoin 而Nonam和Placidant Choice都是Lublos的自家品牌 有证明的消费者发现 在Lublos卖的薯片售价是一四毫九 但同一款薯片去到Shopper's竟然卖两个七毫九 不过当时在做特价打折后就是1个九毫九 至于一包炮局超市卖3个七毫九 但在Shopper's 标价就是4个七毫九 有网民就在一个叫做Lublos is out of control 的平台上留言 请人解释一下 Lublos和Shopper's同一间公司 什么解构他们自家品牌的价格 在两间商店会有这么大差别 这篇贴文就得到不少网民的认同 一个网民就说超市抬高价格已经去到发癫的程度 如果抵制他们,他们或会收敛一下 而另一个网民就说Shopper's专门劏人 那里什么都贵过人 打完折的价格等于外面的正价 打折等于没打折 不过也有网民帮Lublos说话 指Shopper's商品的定价偏贵 可能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一间超市 而有人也指Shopper's不是No-Frizz两间商店的品牌 定位根本不同 Shopper's摆明居马 说货品价格是偏贵 厌贵的就不要买 就是这么简单 Shopper's出名是什么? 就是东西贵咯 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货品的价格 一向比其他竞争对手 又或同一母公司旗下其他商店的货品 来得更贵 有些日常用品 例如发圈、卸妆棉和Shop更加是天价 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刺思 今天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伟卿的网台节目 他认为港区国安法和23条的立法红线非常清晰 但是他承认部分市民是有担心 他们觉得都是不好说话 他说这个不可以怪市民 相信社会是需要时间去摸索 至于非建制派的参政空间 他说香港确实是面对大挑战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政 任何人为香港给出好的建议 都应该是受到重视 陈志施他不认为国安法和23条立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包容性会减少 他强调只要不是常推翻政府 理性批评和意识论事应该是没问题 他举例 近期社会就有不少针对垃圾收费的建议批评 不过 陈志施承认部分人是有忧虑的 他认为这个不可以怪市民 应该是给多些时间给社会去探索 23条立法之后的生活是否正常 外媒的空间是否存在 这些都是需要由时间去证明 的确是有部分人担心 做些事、讲些事会不会有机会违法呢 他估计在现在的阶段 是在摸索什么可以 什么不行 被问到非建制派 比如民主党的参政空间 陈志施就说他愿意和任何人沟通 希望有更多帮助香港人士参政 2019年5月 九巴九六一线的一辆巴士 在中环交易广场对开起火 全车陷入火海 火势波及通往恒生银行总行的恒人天桥 事隔四年纪 恒生银行日前日品高等法院指九巴起火 导致恒人天桥损毁 要求九巴赔偿超过1735万元 原告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被告是九龙巴士1933有限公司 日品座说 中环德库导中83号的恒生总行 东翼天桥 在2019年5月11日受到复警波及 被告因疏忽及违反法定责任 导致天桥的铝质面板及玻璃杆受损 原告向被告追讨超过1735万元的维修费用 并且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及诉讼费 翻查资料 邵氏九巴在载客途中起火 车长疏散车上7名乘客 事件之中无人受伤 消防接报到场开吼灌构 大约45分钟后将火构成 今日的新闻在此结束 多谢收看 再会